財資大道 林潔營 何文堅 何文堅 我們經常都說財富方面 健康的財富 但知識其實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沒有一定的知識 其實你要在社會生存其實都很困難 我們在講大學方面的學額 其實我們在講如果真的能夠 為及不同的階層多些的話 其實多些的學生都可以受惠 接下來香港又有多一間大學 香港最有特色的教學文化 就是有不同的辦學團體 由幼稚園小學中學到大學 都是由來自不同背景的機構去營運 其中香港一直服務了很多年的名外機構 在專上方面都有白影旗學院 有名外專上學院 終於最近政府正式刊獻 將名外專上學院 位於條頸嶺的主要校社 升格的名字 定為聖方濟國大學 因為名外是天主教辦學的機構 在這個過程中 勞苦功高 聖方濟國大學的校長 麥建華來到我們現場 跟我們分享一下 早安 早安 麥校長 這根本叫你聖大校長還是方大校長 有想到我縮清沒有 我都在疑惑中 我想這些 遲些看看同學 看看老師 講講講講講 總之就是大學校長 聖方濟國大學 這個過程 由名外爭取證明的時候 艱辛跟聽眾分享一下 校長說很艱辛 剛才跟我們在off mic的時候說一下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這個香港成為大學教育局 是一個很清晰的政策文件 譬如說包括這個所謂三個範疇 要拿到自我評審的資格 這個其實就代表幾樣東西 第一樣就是你要課程有一定的廣闊度 第二你的質素的保證 是要好 而且你的質素保證的制度 是有一定的歷史經驗 然後才可以達到這個課程範疇的評審 另外也都要求學校有一定的規模 學生人數只是反映這個規模的意思 而這個除了教與學之外 他都很重視那個研究 譬如說有些學校是主力是教的 那就要多發展研究的工作 除此之外都在譬如說管治 質素保證 學習的環境等等 他都是要你達到一個大學的水準 而且是有公開評審 評審的委員 不只是香港的教授、校長 也都會有國際的人參與 所以總體來說是嚴格的 但我們都支持的 因為這個反映了香港 是一個高水平的國際大學的中心 所以都是值得支持 嗯 一路走來 明我其實都是很貼地 很多時候開的課程 就不是說一定做到曲曲和架 而是令學生有一個掌握的實際技能 因此都很受歡迎 譬如說社工學系、護士 這些其實都是未來性方制的大學的方向 剛剛去年政府公布施政報告 就說會推動應用大學 那怎樣跟官方的應用大學分一天下 我想自資界別政府都有期望 他都希望我們用好比較靈活、彈性的特色 那就可以譬如說 譬如說好像用你的說話 走得比較貼地 這個可以試一些比較新的做法 那這樣 那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樣東西就是 我們一向的辦學的宗旨 其實都是全人教育 那全人教育 除了這個 譬如說想事情、知識、專業發展之外 其實都很重視那個人的出路 他有沒有能力回歸社會 那這樣 所以是的 就是我們一些專業的課程 就是主要是配合社會的需要 還有學生的需要 所以這個都會是我們繼續的一個辦學方針 都沒有變的 都是以迎合社會上的一些不同的需要 而去特定一些課程 其實你自己看回 對於升格了之後和未升格之前 其實那個分別在於哪裡 我想其實很多朋友都問過我 就是說現在升格了 那些什麼 或者大家有些期望 其實是反過來的 因為你不是說等到一個名銜 而是做某些事情 而是反而我們一直都是 好像一個大學那樣去運作 所以才能夠在評審的過程裡 客觀地讓這個評審委員看到 我們是達到一個大學的要求 所以很多事情其實我們都在做的 比如說研究、辦學的方針 還有尤其是這個全人的教育 都是一個長期的工作 但是也都有一些新的想法 比如說我們會繼續深化學術的發展 去加強我們的課程 我們會做多一些碩士、研究的課程 我們都不斷會更新我們的課程 我們這個學年都會推出三個課程 第一個就是護理和專職醫療學的碩士 專職醫療包括迷你治療、職業治療 比如說很多阿門的 而現在臨床的大趨勢都是跨專業的合作 才能夠更好照顧病人 所以這個是我們很快就會推出的一個碩士課程 另外我們也會有一個新的旅遊和酒店管理的學士課程 這是一個應用學位的課程 現在大家都知道都很緊張 希望酒店旅遊業的人力資源可以提升水平和競爭力 我們也會出一些力量 另外一個新的課程就是文化和語言 文化就是香港是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地方 不同語言當然是一個文化交流的基礎 所以這些我們都會繼續做 在中港融合方面是否學校都會扮演一些角色呢 比如說邀請多些內地的尖子、精英來香港讀書 跟本地生可以打成一片 一起互相學習呢 其實這個交流我們一直都有做的 而且我們很早就有些課程 其實就在內地去上課的 不是只是說去文化旅遊 我們是這個當時已經是有用了香港的一些教學的水準 但是在國內的夥伴學校那裡 就上個星期課 即是直接是在內地實地的 好像內地學生那樣上課 我們就計算我們的學分 但是在那個疫情和過去幾年 的確是少了的 但是我們都沒有停的 因為譬如說我們有一些公司管事的課程 我們都加入了很多內地公司的元素 因為我想大家都明白的 因為現在很多上市公司或其他公司 其實是兩邊都有運作的 所以這個人才方面 知識廣闊一點 都是有利的 展望未來 我想這個融入大灣區 甚至整個國家的發展 都是一個重要 未來年輕一代的發展 所以這個我們都會密切思考 當然了 現在接下來有這麼多發展方向 也都升格了做大學 大家很關心 其實那個學費的問題 會不會因為升格了之後 而有所調整 當中的安排是怎樣的 其實我們有一個既有的機制 因為我們是自資 但是是一個非謀利的辦學團體 所以我們那個調整 是根據機制 就不會因為轉了大學的名 而改動這個機制 但是其實在學生的角度 除了讀大學 要提升自己的心養 心性、知識 還要出來工作也要賺錢 其實在學生選科上 近年有什麼趨勢呢 其實他們喜歡讀什麼學科 學生方面 譬如說過去幾年 大家都很明白 我們走過疫情 大家都很看到醫護的重要性 以及對社會的價值 所以這些課程是需要比較大的 另外香港我想那個社會結構 也都轉變得很快 公眾期望都是高的 所以很多社會服務的專業 都是受歡迎的 而且這些社會服務的專業 都隨著社會的改變 都要想新辦法 轉型 不是一定是以前那套做開 與時並進 要 所以這兩個範疇 都是很重要 為香港培育人才 因為香港現在要建立一個健康香港 因為我們很長壽 都要健康 另外就是共融社會 這個都是很需要人才和人力的 另外就是現在香港的未來發展 就很重視這個所謂八大中心 所以我們特別就是 將我們的這個資訊和通訊科技的學院 結合了人民學院和我們的商學院 就組成一個跨學科的範疇 我們叫它做這個人民科技和商業的範疇 這有什麼課程呢 譬如我們有些人工智能的本科 有一個翻譯科技 翻譯科技就是應用現代的科技去翻譯 東西方的語言 就可能在說幾十種語言 甚至幾百種語言 還有因為現在互聯網媒體比較興起 可能是要翻譯一百萬頁 如果你用人手翻譯 過往是不需要的 現在香港因為是要發展一些新市場 對香港都有用 還有我們是一個有利的位置 在很多地方 其實這是一個很熱門的新興行業 除此之外 我們剛才講過的公司管事的課程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課程 另外看看修生方面 其實這個大學有多元的學生 對學生的學習經驗是好的 如果你看全世界 其實那個非本地學生的比率都是高的 甚至一些教育比較發達的國家 四成是很尋常的一件事 現在香港就開始只是公營界別這樣做 但是因為政府的政策 是希望公營和自資的界別是平衡發展 而且因為自資不涉及公帑 所以更加有彈性 所以我期望將來這個政策 都可以推廣到自資界別常規化它 聖方濟國大學證明 用了一個比較有天主教色彩的名字 其實天主教辦學在全球都是頂尖的 由兄弟會到祖道田大學日本都是天主教辦學 是證明了會不會跟環球的其他天主教系統的辦學機構 都多些緊密聯繫呢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跟外國的學校聯繫 比如我們研究的跟澳洲、加拿大、跟新加坡的學校 都有很多合作 但是我想這個做了聖方濟國大學之後 那個合作的機會會更多 我們就不只是看香港的自資界別 甚至不只是看香港的大學 因為我們做了大學 其實都要幫助我們的畢業生面向世界 所以我們會跟外國的不同的學校合作 亦都視乎那個科目 譬如說專業是很強的 或者科技是另一個國家更強的 我們都會找一些適合的夥伴 不會限制某些大學的 但是證明了大學之後 那個校舍 就是軟件剛才的校長說了很多 硬件的時候都很重要 當然現有校舍都是頂級的設施 有很漂亮的教堂、禮堂、實驗室 但是將來足不足夠應用呢 尤其可能如果增加了一些海外學生的時候 宿舍等等這些安排又如何發展呢 其實作為一個大學 我們都開始初步想一些比較闊一些策略性的發展 所以我們要考慮短期、中期和長期 在空間資源來說 在香港是很寶貴的 短期我們有足夠的資源 其中我們過往辦學的一個特色 其實就是無論在私資、實驗室設備 或者在資源方面 我們都希望比較做得好 所以我們不是說每個學科都做反而為 是找一些自己有條件的 而一做就希望將它做得最好 這個中期來說 其實我們都開始在物色中了 因為你知道 一個地方 然後又建一個地方出來 其實都是需要一段時間 穩地一點都不容易 是的 所以中期我們其實都開始在想 而長期 香港現在也有很多機遇 譬如說政府的政策 希望提升香港做一個 國際高等教育中心 有北部大學成 這些我們都密切留意 但你們會不會都以應用科學大學為目標 特別是在施政部裏面都有提到 希望這個都放在比較重要的位置 你們自己本身的目標是怎樣 我們留意到應用大學的路線圖很快就會公佈 當然這個就要由我們的校董會去決定拍板 但是我們留意到有幾個特點 應用大學是要有一定的應用學位的經驗 剛才我們都說過 就是我們有應用學位 其實我們是你可以說 率先推出這個護理的應用學位 那個經驗都是成功的 另外呢 我們也都一直有一個一條龍的階梯 去幫助同學去找到他們的成功之路 很多同學有不同的起點 有不同的需要 這個都是我們這麼多年做得比較多的事情 因為除了聖光製國大學自己 剛才提過比如說白英奇 是我們的姊妹學校 也都有名外的社區學院 還有很多其他不是名外的夥伴學校 其實都跟我們有合作去幫同學 這些特點對香港來說都是好事 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才能 但是發展的速度和需要都不一樣 如果是能夠幫助同學 找到一個希望發展的道路的話 我們當然會繼續做 教育發展很靠有新聞的努力 我們多一間大學對於學生來說都是好事 香港的發展其實都需要人才 希望可以培育多些人才 今天我們多謝了 就是茉校長 多謝了就是聖光製國大學的校長 麥建華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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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謝謝 多謝 még Thank you